为庆祝百家新协会成立24周年,当晚盖协会也举办了庆祝活动,多位政府高管受勤出席,总统办公厅主任莫尔多科对百家新协会成立24周年表示祝贺,并称盖协会的团结精神令人敬佩。 希望在面临当前全球各种危机的同时,能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为民众福利及国家经济发展共同努力,迈向更强大的印尼。 国企部长艾利科表示,希望盖协会能继续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共同保持当前由于疫情及地缘政治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差距,并强调,我们应提升而出之力于帮助民众。 我们要研究,我们能帮助他们的轻松。 同時,我们能估计关于与殿人与我们的研究,当我们创造成坏和森子时,我们的使命抵动与帮助于我们的大力。 时,我们有关于是發展与我们的研究。 和我们的研究,此称益者,平静地均大力,生活和 frig尼管理性逊治疏关于 McKM, 还有和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所引用的问题。 Contribusi dari teman-teman ini untuk ikut terlibat dalam proses pembangunan nasional itu sungguh sangat-sangat diperlukan. Sebagai contoh, dalam situasi mungkin pertumbuhan ekonomi akan melemah, tapi teman-teman masih punya kekuatan moral tinggi untuk mempertahankan pegawainya, pekerjanya agar tidak di PHK. Itu sudah sebuah kontribusi yang luar biasa. Apalagi bisa menemukan kesempatan baru bagi Angkatan Kerja Baru. 这就是为了国家的主义 国家的主义 印华百家新协会总主席陈荣光表示 该协会数十年来已组成一个华裔大家庭 并通过各种工作项目为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强调只要大家团结一致 不分裂 不分宗教种族 相信一定能促进国家繁荣浮强 因为团结就是力量 陈荣光还说,英华百家新协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 协会已边部于全国33个省份和300个市区, 希望能继续秉成协会宗旨, 为国家与大众带来积极影响。